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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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左边 谢谢 近期延企攻略在香港引起追剧热潮 贤妃 奢侈曼 魏英洛 吴景妍 复查复衡许凯及耳情苏青 今天来到将军澳电视城接受采访 为了这次活动 奢侈曼特意坐飞机赶回来拍摄 她表示回到TVB就好像回到娘家一样 一直都和吴现在接洽 期待日后有机会再合作 苏青笑颜 失言而情 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 引起网上出现很多表情包 自己也有参与在其中 至于延企攻略的精致余政 就在网上公布会开拍延企攻略2 苏青就爆料指那将会是全新的故事 凭着吴英洛一绝爆红的吴景妍 被传广告费升了十倍 她今天对此就回应说 就是戏和广告 就是还是公司 还有我都是看着角色和剧本来订 所以有价钱有提升吗 听公司安排 徐凯最近和白露因合影古装剧《招扬》 男女主角而传出绯闻 还被拍到在女方家过夜 她表示对此就不做回应 希望大家以后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品上 其实我觉得大家更多的应该去关注我的作品 就觉得我也很感激这么多香港的粉丝的支持 但我希望大家以后把这些关注力放到我作品上 我以后想用作品说话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